以家人之名终于定档了 谭松运实力回归 网友好羡慕李尖尖 Hello 大家好 备受期待的电视剧以家人之名终于定档了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经历很多的事情 也让不少的粉丝表示有些失望 本来以家人之名是打算是在腾讯旗下的开播的 开播时间也是准备好了 但是突然在8月7号的时候 腾讯视频称以家人之名因版权的原因不能播出 但是好在以家人之名没有让人失望 最终定档于8月10在芒果台播出 以家人之名是由谭松运、宋威龙、张新成等主演的青春成长剧 讲述了三个原生家庭有缺失的孩子组成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家庭 兄妹三人在成长中彼此扶持 逐渐治愈了内心的伤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成为了更好的人 女主是由谭松运饰演的李坚坚 是三兄妹中的老妖 也就是妹妹 从小就有两位哥哥宠爱 因为自己喜欢吃甜品 两位哥哥一个长大后成为了牙医 一个则是成为咖啡店的甜品师 那你会其实有否叫我 祝你好 是个祝福了 我今天没变回来 我快就叫我 你 我快就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